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看官 大家好 王大叔 带你看日本 这一期我们在炼马区 总会来去采访一下 炼马区的区长钱川先生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炼马区将在今年的 12月2、11月29号至12月1号 翻天在炼马区举行四届城市农业大会 就是讲什么着手的想法 农村和城市的结合 这个所以呢就是 什么现在 世界现在已经在流行的城市里面 绿化 能够有农村 农村里面的城市 具体这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以后来去听听 今天区长是这么个文章说的 是什么 正義 正義 そして合わせて 農業を始めとする緑里の 維持、発展 更には文化行政 そういった形でやっていきたい 农村里面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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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apoker seen 阔阿尔 你 join 刚才我们也听到区长 前村区长讲过了 他也很热情洋溢 发表了 他对这些 农村城市里有农业的魅力 如何到质定位 那么也就说 在11月29月 他们会邀请里 TWO 德伦多 雅加达 伦敦等五个大城市的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进行研讨会 怎么来研究或者是宣传城市的农业的魅力 那么他也表示说 这个区长说 东京位于这个世界首席一指的大多数东京其中的一个区域 他们会向人民展示在这个市民融合生活中 融合展现农业的魅力 那么我们期待 看一看 我们也去体验一下 将来这个城市里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好 这期黄大书带你看日本呢 你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